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来到了河南省商丘市 这里就是商丘的隋阳古城 在隋阳古城旁边有着历史上一个有名的人物 这个人对唐朝的安史之乱起了决定性影响 那就是张勋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就是商丘古城的模型 四面临水 城墙的四周有非常宽阔的护城河 而且护城河深度达到五米 这样的配置让我想起了襄阳 在冷兵器时代绝对是一手难攻 西汉时期的七国之乱 无处叛军就是因为长期攻不破隋阳 最终兵败 到了唐朝,唐苏宗里亨时期 爆发的隋阳保卫战 可以说是古代最残酷的城市保卫战了 好了,接下来带大家看一下张勋慈 大家可以看一下张勋慈在商丘南湖的旁边 在唐朝安史之乱时期呢 安禄山之子安庆旭 为了夺取江淮重地 派大将以子齐 领兵十余万东征 万万没想到就在这么一个小城 熬战一年,损失十余万人 张勋以八千人拖住了叛军主力 令东南半壁免于战火 隋阳保卫战结束的第二个月 唐军就收复两京 唐苏宗里亨呢就封张勋为钟永后 今天是大雾天气,大家看一下 而且天气比较冷 张勋慈看上去有点冷清 门票也很便宜 35块钱一共四个景点 包含张勋慈含有商丘古城的城墙 看完张勋慈还可以到城墙上 好好看一下 好了,现在呢我们进来了 前方那个大殿就是张勋的台位所在地 里边据说寒书写了隋阳保卫战的前后经过 大殿的后面还有张勋的墓地 据说是后人留下的医官种吧 张勋的八千人,坚守到最后只剩下四百多人 城破之后,以子其感念其忠勇,享受之于麾下 不料张勋及手下将领南极云,忠于大唐一心求死 最终张勋及手下将领南极云一行人,被叛军杀害 就在隋阳陷落四天之后,唐朝援军就来了 也就是说呢,这些人只要多坚守四天就有救了 但是对于这几百名大唐官兵而言 不要说多守四天,多守四个小时已经是不可能了 因为真的是淡尽粮绝 对于他们而言,完全是内无粮草,外无救兵 南极云曾经突围出去几次寻找救兵 但是呢,附近的唐军都不愿意救 前几天呢,我到洛阳那边也去了观礼庙 是东汉时期埋葬关于守级的地方 那个地方逛的人非常多 来到这边让我感觉比较意外,人非常的少 相比较安言呢,关于的知名度远远高于张勋 但是张勋对当时的影响力则要远远大于关于 好了,现在看到大殿这里写了四个字 忠烈千秋 记得当年上学的时候,我就来过一次上秋古城 当时对这段历史完全是一片陌生 现在了解了这段历史 再来商秋古城游览 再看一下张勋辞 真的是感觉感慨万千啊 因为当年这些唐军将士的英勇奋战 给大唐保住了江南财税重地 要不然让安史叛军占领了东南 控制了京航大运河 安史之乱不知道要再多打多少年 好了,走了半天,终于走到大殿里面了 正中间这个就是张勋 两边这两个将领都是他手下的大将 有一个就是南极云 南极云呢,在当时一箭射下了 姨子齐的一个眼睛 不过姨子齐这个人还是挺宽宏大量的 在抓住张勋和南极云之后 和千方百计进行招安 不过呢,在后来也有很多人批评张勋 因为张勋在隋阳没有粮草之后 以百姓为军粮 先后有三万百姓成为这些人的军粮 对于这些百姓而言 他们与恶魔合议 安史叛军就算杀来 也不可能有如此行径 但是张勋作为一个有大局观的将领 他也深知自己责任重大 一旦让安史叛军占据东南 控制京航大运河 东南的粮草自重 就可以源源不断的输往洛阳 这样一来 唐军想收复两京就非常的难 大殿旁边的壁画画得也非常的精彩 其实呢,隋阳保卫战 历经前后几百次战斗 其历史丰富程度 足以写成一部长篇小说了 好了,现在呢 我们上到了商丘古城上面 这就是商丘古城 这些大炮是明朝家庆年间铸造的 在五代世国时期 这里也是宋太祖赵匡应的龙兴之地 赵匡应在黄炮加身之前 官职是宋州节度时 宋州呢,就是商丘这边 有意思的是 南宋的开国君主赵购 在网上别人称他蜿蜒购 这个人呢,也是在商丘登基成帝 商丘在北宋时期 是北宋的南京 站在这样一个城墙上 看着远方的护城河 真的感慨古人想攻破这样的城市 真的是不容易 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下期视频再见 喜欢的可以点个关注 拜拜 拜拜 然后,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